至今 有沒有開吃 沒有 為甚麼 有老鼠 有老鼠 五星級大鼠 裡面住魚 那應該是誩弊物 去住了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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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Tony, 我们待会吃什么 又吃, 吃吃吃, 蛇乖着吃 是 但我又饿了 又饿了? 吃点饱肚 这个, 这个够饱肚 是什么? 你看看就知道了 就是这家, 吃法式面包的 这家餐厅只是雪面包 但你看, 都这么高, 够不够小 你看看 中国人的饱子, 都由吃和包做成的 没有饱子, 怎么吃得饱呢? 一桌都是面包, 你想吃东西 吃光它吧 所以, 法式, 长条面包 原来, 法国人的面包 和香港的面包真的很不同 是 你在香港吃的, 通常都是圆 很圆, 很工整 再粗一点 对, 又粗一点 那它这些就比较 感觉上好像自己亲自家制 对, 才能摆到它是人手做 而且, 你按下去, 它会听到 软的 声音很松软 对, 虽然外面也稍微硬 但里面也很松软, 你试一下 喂 外脆内软是有原因的 因为它们正在用传统的做法 那一块搞好的面团 至少要冷几十个小时 让它发酵出味 是不会用花药的 真是白武娃都吃到 怪不得每天卖过千条 我上网看过 法国人特别喜欢来这家餐厅 是要吃早餐的 还有头三个 早餐通常它们就… 就是这样就是加猪猴 眼睛不同 雖然都是白鸡 可能它会… 短一点 里面再加些芝士、番茄 甜蜜 甜蜜就可以午餐 这个面包吃不吃得了 已经不要紧了 新不新生亦都不要紧了 最重要就是你拿着它 在街边上走 你就是法国人 这些就融入当地了 喂, Tony… 现在我们吃什么 我们刚刚吃完几条鱼 走一会儿你又吃了 你生殖吗 不是 可能天气凍 好像很快就肚子一样 那这里吧 不要烦了 在学校里面 每个人都去学校里面 所以每个人都能够找到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大家都欢迎来 如果你想吃 古典的食物 这些东西 不太贵 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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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太贵 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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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事 这些东西 不论是好事 或是坏事 你想起来 你总会很窩心 老板的童年应该挺愉快 对班房还那么念念不忘 老闆还放了很多自己读书时的照片 每个人都这么瘦 通常小时候瘦的,大个都胖 所以我小时候都很胖 通常有例外的,你就例外 我免得理你 这里的货室摆设都是在免费市场找来的 包括这块写了餐牌的大黑板 这个老闆是否有佛丑匹套 连餐牌都像佛丑那样 其实我也写到这样的字 我写字都挺漂亮的 每本餐牌都是用手写的 而且头本、主菜、甜品 都是用不同年级学生的字体去写的 很有心思 我想她的餐牌不会每天转吧 我今天的号码是26号 有号码吗? 对啊,看到里面的号码吗? 对啊,30号 即是怎样? 今天你是大佬了 因为在法国小朋友 只要杯子上的号码大一点 那天就是那个人写的 这么可爱的? 对啊,今天你说试一下 你想我做些什么? 嗯,你一会儿不准吃,让我吃 腾条炆猪,让你吃 经常乖着吃 那就听我说吧 听听听,你想怎样 因为这个看上来很酸 看上来很酸 因为它有些苹果 又有些青色的木瓜 是 其实开始酸一点,开胃一点 挺好 刺激一下这个位置 对吧 好,那我吃这个鵝肝 我听说这个鵝肝 它们之前都拿出根 吃下去就更加柔顺又软 一切就已经感觉到 整个角色很滑 你试一下 你看,软到这样 软到一切就掉下来 小朋友这些是 如果小朋友摘下来的东西吃 是不是浪费的? 骯髒也照吃 你做的,我不是 然后生虫 怪不得这么大肚子 你很聰明吗?汤立文 现在,同学们都不喜欢你 红永成,你欺负我 幸好以前讀女校 否则遇到Tony这些同学 就怎么吃 我这个是汉堡包的样子 但表面那层好像不是面包 其实它不是面包 它是用小薯煎了 你当面包吃的 很像 我觉得这样的汉堡包很有趣 而且份量也挺重 挺大 如果有个生活可以做东西 但在工作的情况 就带给我现在的生活 同一时间 又可以让我想到 校园那种快乐和自由 你说多好呢? 其实你现在也可以 你半功读就可以了 对啊 为什么不可以呢? 对啊 Tony 你又想吃东西 你是不是要吃完整个巴黎 对不对 我要吃完巴黎的好东西 小店不说 只是米芝莲餐厅 法国总共有596间 是全球之冠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数字代表什么 代表法国真的有很多好东西 不止 还代表我们这次来到法国 没理由不去吃一餐米芝莲大餐 我知道 订了 还在这间全巴黎出名贵 出名豪 多名人住的酒店里面 就是这间? 喂 法国大厨 Tierry Marks 我认识她的 我去看她做评审的电视节目 她很红的 你冷静点先 不要失礼我 这里是Tierry 和这间酒店合资的餐厅 所以就用了她的名字来明明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书 小胃口像你这些 可能刚刚够 大胃口像我这些 可能差一点 煮菜的只蛋 是头盘 是头盘 你等人再吃其他东西 其实我胃口也不太小 来 你看我切 哇 蛋黄都流出来了 对 突然蛋黄好像衣装 全盘 上面加了一层 好像披萨上面加了一层 叫木乳干 对 其实用刀叉吃蛋都挺难 挺高难度 还要是流心蛋 当然啦 这个是高级餐厅 来的嘛 来到这里的人全部 刀啊叉啊 刀啊 很好吃 哦 为什么讲国语呢 现在 真的好吃的话 我就会说国语了 那真好啊 那我们一起来吃一下 嗯 我们看谁快吃完好不好 谁怕谁了 哎呀 哎呀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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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好像变了你外国人 喝了一杯酒之后 你的人不同了 其实不是的 我回来了 还害怕 他又变回自己的 我没有醉的 面红而已 因为Tierry出名做的 都是创意的分子美食 所以他做的东西 都比较小巧精致 好吃已经赢了 要饱头吃面包 甜品来了 我最爱了 为什么甜品的分量跟主菜一样 中间这一块 好像一块混蛋 就叫做蛋白糖霜 法国人特别喜欢吃的 就是像一块混蛋 对 就是像一块混蛋 那这些是什么 这些就是 你别以为外表看 好像奇异的汁 其实是里汁 里汁 对 好像什么 好像衣服 加上蛋白糖漿 是不是色濃 这些 入到冰冷雪糕 很冰冷 对 冰冷的雪糕 是有点像雪糕 我觉得 是 雪糕味 是 它比较融合 加上少许里汁 加上少许里汁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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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要多碟 可以 好 我想要多碟 来 一块 吃东西 又吃 其实你是不是大肚 怕小气不讲得住 不是 因为巴黎有很多特色小店 真的值得去 这间餐厅是怎么样 你喜欢吃蛋的 小时候就 从来没吃过 因为每次考了百分 怎么会吃蛋呢 我看这个样子 还以为你有小吃大的 当然不是 大个都很喜欢吃 因为健康 其实这间呢 大部分的食物都是用蛋来吃的 而且这里的装饰 你看到 很多都是跟蛋有关 还有有些鸡仔 哪里有鸡仔 里面有个浪墙 你看看 有鸡仔 有啊 有没有鸡 有公鸡 这种新意义 鸡肉 可以谈到所有人 在世界各地 我开始了很多 法国人 现在有很多人 从全世界 西方 用一只这么平凡 成本 有这么便宜的蛋 做主要的食材开主题餐厅 老板有想头啊 鸡蛋是平凡 不过呢 它也有分质素的 怎么分啊 法国蛋上面有一串数字 在FR前面 会写着0 1 2 3 老板只是会用最顶级的0 或者1的而已 这些鸡仔 就是你说的鸡仔 对啊 有没有鸡肉 真的有鸡肉 好像挺有趣 和挺可爱的 这里 所以就哄到这么多女生来 这里有八成的客户 都是女生来的 好啊 不过我再来 我想这个主题 就是售农村 除了这个位置之外 你看到这个天花 都是很原始的 在农村的屋里面 都是这样的 用鸡蛋做主题的餐厅 香港没有啊 不如代你回来香港吧 有得搞的 它有所有菜式 全部都用蛋 但我这个呢 就是 只看外表好像很柔 很柔 其实它是像我们香港 Egg Benedict 它有一个流心蛋 然后再加一点酱在上面 这酱是什么酱 好像很柔 你的流心蛋很漂亮 这个一定不是早餐吃了 因为上面的蛋呢 就是平时 Egg Benedict 就可以加点酱 这个是加红酒酱 哇 这么像那些牛排 对了 就是一定不会早餐吃 除非法国人 原来早餐都喝红酒 那我试试我这个 你知不知道我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好女生的食材 因为它的名字呢 老闆特意改了一个好女生的名字 叫Yashmina Yashmina 是不是很漂亮呢 所以我先按它 这里的老板一定很会哄女生 开间这么吸引女生的店 还要帮个菜 那个女生的名字 反而我这个很早餐 而且有一些甜甜的 不会漏 我喜欢吃这个 有些红椒 还有些硬的茄子 也有很甜圆风味 除了我这里 我只有中心这个也是 你看 通常它是配薯仔 和一些沙拉 即蔬菜 这个是什么呢 上面有两只 新鲜的蛋 很像那些 窝达牛肉饭 做两只蛋在上面 好喂 煮一下 很清淡 基本上是没有 基本上没有味 很清淡 可能它的目标是 喜欢吃清淡 最原始的蛋 味道 我反而喜欢吃这个 是吗 特别 是吗 是吗 就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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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些鸡蛋这么好吃 难道法国这里 都会给一些音乐鸡听 一只这么小的鸡蛋 竟然可以做出这么多菜式 多谢世界上所有母鸡 好满足 可以在法国吃到 那么多好吃又特别的东西 幸好你说满足 我多怕你又要吃 不用怕 其实我想说 来了这么多天 都没吃过一餐 传统的法国餐 我怕你回去被人笑 到底是你第一次来法国 说得有道理 这间不错 装修几个宫廷味 应该吃下去也够传统 这间餐厅真是华丽 很漂亮 你觉得 这间比较有历史的餐厅 都会差不多装修 这些就是气派 这间也有150年历史 就是厉害 还可以立不倒 留在这里 对吗 其实他们也保养得挺好 如果我可以保养得这么好 就好了 是的 如果你保养到150年也是这样 那就更加好了 真的 都是这个样子 挺有趣 现在来的 传统的法国菜 这个平时可以吃 三至四个小时 时间关系 先做两个菜 两个开始 法国人吃一顿饭要三个小时 我平时吃三十分钟 不就很牛召牡丹 看我这个 洋葱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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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葱味 都湧出来了 你还可以看到很厚一层芝士 但肉好像很油腻 很搞笑 我每次吃法国菜 我都吃洋葱汤 是 洋葱汤本来很厚的芝士 所以我每次吃洋葱汤 我已经饱了 其他东西我完全吃不下 所以你每次叫洋葱汤 整个八角菜 熬三个小时就完成了 但不是 其他东西我都很喜欢吃 是 所以之后就没有胃口 那就很浪费 好像这么浪费 会不会呢 其实也… 所以我永远都跟别人分享 是 就不会那么饱 是 还可以吃到后面的东西 像它的主菜、甜品 挺吸引的 是 这个开始也真的吸引 鵝肝 来到法国 不少就可以了 对吧 它就配了一块饼干 给你看 旁边还有一些叫甜蜜 对 甜蜜 因为你知道吃鵝肝的时候 会比较膩 吃一些清新的配合 就好 它做得很漂亮 好像两盆花 对 我觉得像一顶海盗帽 对 这个是鱼毛 一条鱼毛 对 一条面包 这么大的鵝肝 待会儿 有更多鸡肝 法国既然是世界上 生产芝士品中 最多的国家 来到这里 不停也要见一盆吃 你真的肯定你吃得完 这盆芝士 是慢慢吃的 不是哪里吃三个钟 那我帮你吃这样的水果 辛苦了 拿破仑就是代表英雄 今天的英雄就是这个拿破仑 我们吃了六个钟 终于可以吃甜品了 对 等了很久了 我差点睡着了 我最喜欢吃千层饼 是 但是很有趣 法国人叫这些饼 是叫千叶饼 因为它好像一千块叶 放在上面 是否很浪漫 名字挺优雅 是 千叶 不过拿破仑 这个拿破仑就是我平时的称呼 我小时候就经常吃的 是 中学的时候 每天我放学一定买一个拿破仑 因为我最喜欢吃什么 里面的盆芝士 我也很喜欢吃甜甜的 但是不会太流 对了 再加它上面 有时候会加一些一些 在上面 哇 一流 哇 听到声音 对了 干净利落 好了 我先帮你夹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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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那些声音 都觉得好吃 但我切得不好 没什么人 算你用手吃 哈哈哈 吃汗没有包 唉 真的 带你来 这样才好吃 是这样 好吃 我建议你 你不如像我这样好吗 你咔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你一口这样吃 一口这样吃 你相信我 你包裹以后都这样吃 为什么要逼人用手 拿破仑蛋糕呢 人家两只很有疑态的嘛 你叉都不好用 你用手 你试一口一口 我求你试一口 好 好 我听你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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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乱你了 哎呀 没有人看到 你 这些正常 旁边的法国人 好像 在歧视我们 我觉得他不是 他想念我们 是 如果这样吃 可能转个头一会 叫甜品也是这样吃 是啊 一切一切一切 你看 是 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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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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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